我跟年輕人學習的遠比我們能給他得多 不過我想有一部電影叫金牌特務 它裡面提到了我想年輕人最需要的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你必須要有Integrity 不管你怎樣創業開始 其實要先學會一個好的道德跟操守 可以幫助你走得最遠 第二個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是 要設法從這個上一輩的人的知識上 去學到更多更多 你可以縮短你自己創業的時間 那第三個其實我想現在年輕人已經很厲害了 他們都是拍行人或者是非常非常多的 跨界的斜槓的能力 所以其實大家也注意到 我們這一輩跟他們多學習 大家應該有看到一個新聞 國際上最好的最有名的投資銀行 Goldman的新的CEO 就是去年才上任的CEO Solomon 他其實平常是CEO 他這個週末的時候在夜店做 固定搖滾的DJ 然後他搭地鐵上班 我想過去幾年 過去幾年 跟年代傳統銀行家的新家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拍行其實是你熱愛你的生活 但是在工作上是充分的投入 那小時候我們課本都說 工作的時候認真工作 這個遊戲業的時候專心遊戲 後來發現只是課本上的東西 但沒想到在這個時代我覺得是實踐了 因為年輕人越懂得生活 他的專業越可以跟他合作 那所以我想這個 我不見得鼓勵每一個年輕人都做來創業 但是他可以去加入一些大型的公司裡面 做有創精的精神的工作 或者一些看起來已經相當成功的一個 創業公司裡面做一些相關的角色 那台灣其實已經有接近獨角獸了 因為他們有公佈實際的數字 但是包括APIR跟我們知道這個奧丁丁 其實他們的估值應該已經相當接近 獨角獸的這個地位了 所以我想在這一波機會裡面 年輕人如果有好的Integrity 他能夠充分地掌握自己跨領域的能力 我相信在這一波金融科技的機會裡面 他們一定可以成功 而且不只金融 其實剛科技已經把金融 生技 生活 媒體 這個界線打散了 對 因為手機上你上一秒鐘還在看電視 上一秒鐘在看Netflix 下一秒鐘你可能在訂餐了 再下一秒鐘你再用金融的服務了 所以人的生活改變了 一個好的科技人才 如果你有其他跨界的思維 加上生活中的歷練 我相信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是比以前有更多更多的機會了 唯一可惜是人太少 人太少 這個衛兵可以跟他補充一下 你是互幫的數位長 在數位的時代 年輕人在數位的路上 如何給自己考到最好的位置 現在年輕人創業大概手上都有很好的技術 不然就是對某一個topic非常的有熱情 但是現在因為界線模糊了 所以其實都混在一起 但是一旦混在一起 就會碰到regulation 所以我們現在接觸到很多新創公司 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對regulation的了解 並不夠透徹 所以常常你的好的idea其實是有點違法的 或是灰色地帶的 這件事情必須要有人告訴這些年輕人 所以他也必須要有這一塊 第二個他技術很好 但是是那個技術 他其實底層不見得 所以當他要做scale的時候 他會發現他累積了好多的技術在 如果他真的做成功了 麻煩才開始出現 所以在剛開始的時候在技術上面 可能也是需要一些 其實現在有很多resource 說實在大廠都還不錯 像AWS 他們其實都很願意去 support 這種architecture的一些東西 會願意教他們 所以剛開始就走對架構的路 免得到時候scale不起來 那regulation的話以富邦來講 像我們創新科技辦公司 其實都很願意幫助這些fintech的小朋友們 他有創新的時候 可以在早期我們就可以跟我們去討論一些 ecosystem regulation 還有一些想法上 也不要說做下去才發現 根本是不可行的 不可行不是idea不好 是法律不准你這樣做 或是說你在違法 或是你在走灰色地帶 這些東西對年輕人來講都是不好的 這當中像年輕人 副邦數位科技去報導 對 可以 先幫你拉一下人才 但是這當中剛才郁城也提到 在數位金融的路上 我想到 我不久前到日本去看花王企業 牆壁上一個題字 那個是大家非常值得思考 就是說integity當中 他那一條話怎麼講 花王的創辦人叫常奈富蘭 他說好運只會 眷顧工作勤勉和人格正直的人 這個話其實也給大家參考 就是剛才這個數位當中有很多的洞可以鑽 但是人品要正直方正 這個是未來走人生長遠路 可長可久一個非常重要的即時 這個也是在今天我們節目結束了 也給大家帶來一個作用名 你可以把這個話寫下來 我想可以讓你跟隨一輩子 也就是說方方正正走一生 rons